還有垃圾袋 夾子還有垃圾袋 夾子跟垃圾袋都準備好了 很好 那手套跟帽子 手套跟帽子都準備好了 太好了 既然如此 我們就準備出發去淨攤囉 走 等一下 油油妹 你幹嘛帶鍋子啊 對耶 這個鍋子跟淨灘 有什麼關係啊 因為我們淨灘結束 就可以找一個舒服的地方 吹著海風升一把小火 煮一鍋充滿海味的海鮮湯 我們什麼時候 而且油油妹 你只有帶鍋子耶 那水跟海鮮呢 該不會是要我們淨灘完之後 去抓魚來吃吧 就我早就想到了 海鮮當地買最新鮮了 至於水 我們就用最有海味的海水來煮湯 湯頭一定最鮮美 為什麼不好 因為海水很鮮啊 而且海水裡面有很多雜質 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喔 對喔 海水不能喝喔 是這樣嗎 那為什麼海水會是鹹的呢 那是因為啊 在地球上面的... 來啦 不急 冇冇冰 你幹嘛撞人家啦 不是我 是 她撞的 不是我 是山上 下雨之後 土壤就松了 我卻這樣滾了下來 對不起 不小心撞到你們 沒關係啦 我還好沒有受傷 你當然還好 撞到的是我耶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鯊魚哥 你這麼強壯 一定沒問題的啦 鯊魚 不要吃我 拜託 你這顆大石頭 全部都是礦物質 還有土壤裡面的鹽分 又硬又難消化 誰要吃你 真的不吃嗎 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要陪我們唱歌喔 不是說不吃我嗎 謝謝 那是因為啊 地球上面的風化作用 還有雨水的沖刷 把岩石跟土壤裡面的礦物質 統統都沖到海裡面 而這些礦物質當中 都含有鹽的成分 所以海水就變得鹹鹹的啦 原來是這樣子的啊 那這樣海灘上的垃圾 不就也會被沖到海洋裡了嗎 沒錯 所以呢 我們呼籲大家一起來淨灘 保護我們的海洋 那優美 妳的鍋子啊 我看就不用帶了 不... 既然啊 不能煮海鮮湯 那就煮海鮮燉飯 我們帶一些米就可以了 那優美 妳好好的繼續準備 我們就先出發去淨灘囉 快...走... 我賞賞喔 燉飯不錯啊 海鮮湯也很好 再加一點海草 一定很好吃 今天優有完創意要來一場 好玩的烤肉派對 一起來玩囉 要準備的材料有 紅色Polo衫 布織布 泡棉紙 泳帽 棉花 好 優有完創意 自己動手最Easy 歡迎今天的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菲菲 菲菲 請問 妳有沒有烤過肉 沒有 沒有烤過肉 太好了 今天呢 優有完創意要來舉辦 烤肉Party 要自己動手做喔 自己動手做 好 那再來問一下菲菲 請問烤肉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東西烤 要用木炭 那木炭上面會燒出什麼東西 火 首先 我們準備的 就要來做火焰喔 好 那我們可以呢 準備三種顏色 有黃色 橘色 跟這種比較偏橘的橘黃色 可以先畫一個 比較小一點點 那我們就畫再比這個 再大一點點 所以呢 再畫大一點點 火焰的第二層 火焰的第二層 沒錯 還有最大的 好 那我們就再畫一個大一點 好大喔 很大嗎 有沒有像水滴的感覺 像芒果嗎 好 那我來剪 快速剪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把三種不同顏色的 不織布呢 要把它組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準備了這個 保麗龍膠 因為剛剛這邊 這一面有畫鉛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 有畫鉛筆的這一面 當成是背面 所以呢 我們就塗一些些 直接這樣子 黏上去 其實黏一個 就有一點點感覺了對不對 有 有 這樣很像 好 那這個是背面嘛 轉過來 好 直接呢 再把它覆蓋上來 要讓它怎麼變立體呢 撕一段雙面膠 對 然後呢 把它貼在 正中間的地方 撕開來 到底要做什麼呢 我們把它稍微這樣子 合在一起 壓一下 這樣子是不是就變立體了 真的 這樣更像了 更像對不對 祝你生日快樂 你剛剛是 你剛剛給它張開是要吃嗎 我們不能吃火啊 它不是芒果的 它現在是火焰 那菲菲你可以幫我這樣子 拿住中間這樣子拿著 這邊呢 有剛剛已經做好的好幾種 你看我們在桌上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顏色呢 配色呢 都會有點不一樣 好耶 你的火焰完成了 剛剛菲菲有說到 烤肉除了火 我們要用什麼來生火 木炭 木炭 對 妳怎麼知道啊 可以用木炭或是木頭都可以 所以我們就要來製作 下面的部分 很簡單 我覺得這個 菲菲可以幫我完成 所以我們來把它 捲一捲... 你可以使用黑色 比較像木炭 或是可以用木頭色 就會像木頭 然後到最後邊邊的時候呢 就要把雙面膠 撕一段在最末端的地方 黏起來 壓... 好 我們拿起來 我也完成了 這樣子木炭就做起來了 對不對 對 而且粗細會有一點不同 然後顏色也可以不同 就會有更有層次感的感覺 有的是枯樹枝 然後有的是木炭 對 那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要怎麼把它組合在一起 我準備了一件紅色的衣服 等一下要給菲菲穿 那我們現在呢 直接開始呢 在上面黏 中間一個 側邊一個 這個呢 我讓它在這裡 我們的木炭要上場了 你想要黏在哪一個位置 這個給你 發揮你的創意 這樣 斜斜的 可以 可以這樣 OK的 好 那另外一個呢 這邊好不好 可以 還有再來 好 你拿一邊 我覺得好像少了一種 煙霧瀰漫的感覺 對 因為呢 這個很香的同時呢 一定會看到白白的霧的感覺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就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幫你製作煙 秘密武器 留到最後才把它拿出來 是什麼 就是 這是什麼 棉花 好 那現在呢 準備這個棉花來做什麼呢 你們呢 幫我撕一些 雙面膠小段小段的 小段小段好 對 好 這邊也黏一點 好 黏滿 好 這邊呢 可以先黏一小坨 這邊呢 一些些 好 再來呢 我們有準備這一種 就是專門呢 畫在人的皮膚上的 那種人體彩繪筆 飛飛 你可以跟月亮姐姐 一起幫忙嗎 好 那你們在上面呢 用勾的方式 輕輕在上面勾... 好 你試試看 有耶 飛飛想幫我們人體彩繪筆 好 其他的部分 希望給我幫你好不好 好 好 最後的部分 我來幫你 加重一下 都做好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 烤肉派對的最主要的裝扮囉 那我們現在呢 要請飛飛來變身 那你要數到三說 飛飛變身 OK嗎 好 準備好囉 一 二 三 飛飛變身 變身完成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 烤肉派對的裝扮 你看呢 有火啊 有木炭啊 有枯樹枝啊 還有頭上正在冒煙 當然我們呢 烤肉的時候 最喜歡烤什麼 棉花糖 棉花糖 烤一個... 那飛飛除了棉花糖之外 烤肉你還想烤什麼 玉米 玉米 這個太簡單了 有了玉米 我們好貼心喔 真的耶 還想要什麼 肉跟香菇 我們有嗎 有 我準備了串燒 串燒 來吧 好大隻的串燒 你看它可是有 牛排跟香菇味 對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派對 派對呢 待會兒呢 馬上就要開始了 那我們要一起說 游游玩創意 唱歌 我是葡萄姐姐 大小朋友們 一起開開心心 快樂長大 這個是 太陽哥哥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種子嗎 我看看喔 它圓圓的 而且大大的 又重重的 我不知道耶 嗨 太陽哥哥 葡萄姐姐 哈囉 柳丁哥哥 柳丁哥哥 你來得正好 你號稱是自然界的小百科 你可以跟我們說 這個是什麼植物的種子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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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原來是 酪梨的種子啊 對了 葡萄姐姐 你怎麼會有酪梨的種子啊 我剛剛在地上點到的啊 可是 地上怎麼會有酪梨的種子啊 或許啊 它原本是長在一棵樹上 然後被一陣風吹了之後呢 就掉到一條河流裡 然後呢被一個人撿了起來 走走走走走 就走到這個公園 然後它把果肉吃掉 裡面的種子呢 就丟到垃圾桶裡面 但是沒有丟好 就滾出來 滾滾滾滾滾滾 滾到了葡萄姐姐你的面前 就被你撿起來啦 原來是這樣啊 其實啊 大自然很神奇喔 很多植物的種子呢 會藉由很長的旅行 到很遠的地方才落腳 我剛好想到一個故事 故事是在說一顆小豆子 它很想要去旅行喔 好舒服的陽光 好漂亮的世界喔 好冷喔 別吵我啦 你們快點出來看看啊 好 看什麼看啦 阿豆 天都還沒有亮 你幹嘛要那麼早起床啊 我根本捨不得睡嘛 你們感覺一下啊 今天的風好舒服喔 你別吵我們了 我還沒有睡夠耶 對啊 回去睡覺 還比較實際一點咧 這個世界有多大 真想去看看 大鳥叔叔 你好啊 小豆子 你好啊 大鳥叔叔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好啊 你說吧 這片樹林的外面 還有東西嗎 我說小東西啊 這片樹林的外面 可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世界喔 哇 很大很大喔 是啊 有很多地方 還是我沒有去旅行過的呢 喔 旅行 好羨慕喔 那 大鳥叔叔 你可以帶著我去旅行嗎 拜託 你是一顆豆子耶 對啊 我是一顆 正要去旅行的豆子 不要吧 外面很危險的 你只要乖乖待在這裡就好了 這裡的世界太小了 我想要到處去走走 不要傻了 你會會不來的 你別忘了 你只是一顆豆子喔 是啊 我是一顆豆子 而且我現在就好去旅行 我想一定有另外一個屬於我的世界 阿豆 那你自己要保重喔 兄弟 不要太逞強喔 別忘了你只是一顆豆子 我知道啦 再見 哇 好棒喔 小豆子 你要抓好喔 嗯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啊 世界比一座森林還要大耶 哈哈 世界上可是有好多好多的森林 大鳥叔叔 遠遠的那個會發光的雨大片是什麼啊 喔 那個是海啊 海 哇 好美喔 那海的旁邊又是什麼呢 那個啊 是山 哇 世界真的超級無敵有夠大的耶 大鳥叔叔 那個黑色白色的是什麼東西啊 喔 那個是有牛奶的乳牛喔 喔 好特別喔 我卻想跟我的兄弟們分享 這個世界真是太好玩了 大鳥叔叔 阿豆真是太不小心了 居然沒有抓好大鳥叔叔 對啊 阿豆那麼小 又從天空掉到地面上 大鳥叔叔一定找不到它了啦 是啊 阿豆啊 它不像你的酪梨種子一樣 這麼大顆 阿豆它非常非常的小喔 可是柳丁哥哥 阿豆掉下去之後 還會到別的地方旅行嗎 不會啊 因為它已經到旅行的終點了 故事就這樣子嗎 阿豆它掉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它是一顆不幸運的豆子 好可憐喔 太陽哥哥 我的故事還沒有說完喔 還沒有說完嗎 那之後又發生什麼事情了 之後阿豆其實是 調到一個房間的陽台 剛好這個陽台房間的主人呢 她是一個生病的小女孩喔 大鳥叔叔 我在這裡 大鳥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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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到底是哪裡啊 莉莉莉寶貝 今天好不好啊 嗯 寶貝啊 爸爸今天幫你帶了一個禮物喔 你看 爸爸帶了一隻熊熊來陪著你 所以你的病要趕快好喔 不然熊熊會難過的 唉 怎麼辦呢 她病了那麼久 卻只能躺在床上 我們怎麼做都沒有用 唉呀 你不要擔心了 醫生說一定會好起來的 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所以你就別想太多了 小熊熊 我應該永遠都好不起來了 你好可憐喔 我沒有辦法帶你出去玩 我就只能一直躺在床上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我要想辦法幫助她 媽咪 媽咪 莉莉 什麼事啊 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啊 媽咪 你看看外面 那是什麼 這個 這是豆苗啊 奇怪了 這裡怎麼會有豆子的種子呢 媽咪 可以幫我把床 移靠近窗邊一點嗎 我也想看看豆苗 好啊好啊 小豆豆 你要乖乖長大喔 我今天感覺身體也變好了 我們一起加油喔 我們一起加油喔 媽咪 爹地 你看 小豆豆有跟我點頭耶 啊 開花了 媽咪 你看小豆豆 他好像很開心耶 是啊 你那麼用心的在照顧他 他當然會很開心了 媽咪 我覺得我跟小豆豆說話 他好像都聽得懂喔 嗯 應該是因為 你有用心在照顧小豆豆的關係啊 你最近也很棒喔 醫生有說你的身體越來越好了 說不定可以去學校上學了 真的嗎 小豆豆 你聽到了嗎 我的冰塊要好了耶 媽咪 你看 小豆豆看起來好開心喔 是啊 小豆豆好像真的聽得懂你在說什麼 小豆豆 你是最棒的小豆豆了 兄弟啊 我沒有忘記我是一顆豆子 而且是一顆很快樂的豆子 小熊 你說是不是啊 幸好有阿豆的陪伴 莉莉才能一天一天的好起來 是啊 阿豆啊 雖然只是一顆小小的豆子 但沒想到 卻有這麼大的能量 可以讓人恢復健康呢 沒錯 說起來真的是太巧了 阿豆剛好落在莉莉他們家 那我也要把它種在陽台上 種它長成大樹 結出很多很多的果實 就分給你們一起吃 我也要 我也要 我要喝酪梨牛奶 我也要 葡萄姐姐 你很棒喔 阿豆幫助了莉莉 而你想到的方法 卻幫助了更多的人 因為酪梨 是非常有營養的水果 不過 我不知道耶 友晶哥哥 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啊 只要用 愛 就可以讓種子長大喔 愛 好 那我們一起來 好 跟我做喔 手臂愛心 一 二 三 愛 長大 長大 幫助別人是件快樂的事 一起快樂長大吧 我來到 來到 來到 上 很旁 黑色青蛙太多 忘了 看著 綠紅紅黃 成千四個 商量 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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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大家要跟我一起唱 我愛上一個島 他找看家不列島 我在島上找了好多 好多好朋友 我愛上一個島 他就站在海中央 他就是我夢寐一周的小天堂 他就是我夢寐一周的小天堂 generated at 花紅黃 ネザ 他就是我夢寐一周的小天堂 他就在海中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